在广州亚运黑蛙事件八个月后 已经向国际法庭提出仲裁的中华队 跆拳道国手杨淑君 昨天宣布撤告 表示自己会全力拼奥运金牌证明清白 先前为协助杨淑君打官司 已经支付超过300万台币诉讼费用的提委会 对于杨淑君撤告的决定 经表示尊重 但是有不少的网友 对杨淑君的撤告不理解 立委管碧玲也在不浪上留言表示 杨淑君会赢得征送 为何要放弃 有网友质疑 撤告形同默认作弊 前帖委会主委 国民党立委赵丽云出面缓家 认为杨淑君可能是不希望 跆拳道运动被踢出奥运大门 才委屈球权决定撤告 希望外界不要过度苛责